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 上任过二十任皇帝 可是这其中十七任皇帝都是暴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来详细地讲一讲明朝十七任暴君的时机 这可能跟他们的基因遗传有关 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发动红武三大案 大量屠杀开国功臣 致使五万余名官员死于非命 为了报复有罪之人 朱元璋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卖到寄院 逼良为超 任犹他人欺凌 除此之外 他还制造了史上最恐怖的文字语 外屈文字已诬陷他人 进而构成罪行 比如 浙江府学的教授林元亮曾经上过一封奏纸 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作则垂现 后来朱元璋因此处死了林元亮 在朱元璋看来 则与贼的写法相似 林元亮是在嘲讽自己曾经做过小偷 此外 卫氏县学教授许元也曾因为奏章内容被处死 不过 他之所以被处罚 其原因并不是写了责子 而是因为提前法昆 早是开评这句话 这句话是一千多年前的古文 按理来说 应该并无不当之处 但是朱元璋就误解这句话 法昆和发昆的读音相似 而发昆则是只剃光头 因此 许元此意明显是在嘲讽我出家当和尚的过往 另外 早是跟早诗的发音一样 许元定是在暗示我不久后将会失去江山 可见 此人必定心怀不轨 第三任皇帝 朱迪 他制造了一场屠杀行动 一次性杀死了一万多人 其中 负责举办祭祀活动的官员 黄子成全族军被斩杀 著名教育家方孝如被连诸十族 户部副尚书卓敬被连杀三族 礼部尚书陈迪全家超斩 随后 其一百多名亲人被发配边疆 第六任皇帝 朱祁镇过度宠信太监王振 并采拿了齐剑义亲自出征马拉 不料 战争失败 两人双双被俘虏 后来 在一众大臣的帮助下 朱祁镇不仅被解放出来 还重新坐上了皇位 复辟以后 朱祁镇十分挂念王振 为了缓解对其的思念 朱祁镇特意命人塑造了一个王振的雕像 并请法师来为他做法招魂 好让他投胎轮回 第九任皇帝 朱建慎 他在位时间一共二十四年 但是 却从不朝见群臣 后来 因为万安进贡春耀 所以 朱建慎将他提拔为首相 第十一任皇帝 朱厚赵 不仅十分信任太监刘锦 还让他参与到政治中 使得刘锦有机会为非作胎 某天 准备上早朝的时候 朱厚赵在殿前的台阶上发现了一封信 于是 他命人捡起来看看 打开信后 朱厚赵发现上面写的全是 刘锦及其同党的罪行 探完信件以后 朱厚赵却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你说的能忍 我一个也不中勇 你说的奸臣 我偏要中勇 于是 刘锦急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更加嚣张 他命各部除上书以外的官员 全部跪到宫门外 若是举报者主动站出来 那么 就可以放过他们 如若不然 便一直跪着 就这样 这些官员从早上跪到了晚上 滴水未尽 其间 有几位官员因为过度缺水跪死了 不久后 为了避免别人议论 刘锦决定将没有死的官员 全部关入锦衣卫的诏域之中 后来 刘锦死了 朱厚赵便偏爱另一位太监钱宁 在钱宁的怂恿下 朱厚赵常常南下巡游 当他走到百姓居住地时 总会命仅一位赶走屋中男人 留下女人事情 可以说 世界上最残暴的行为莫过于此了 第十二任皇帝朱厚聪 从1540年开始 朱厚聪不再上早朝 直到1566年 朱厚聪去世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朱厚聪只跟大臣们见过四次面 也就是每七年上一次早朝 除此以外 朱厚聪还十分信任贪官严松 并让其把持朝政二十余年 在严松执政期间 他曾贪污巨额 迫害同仁 严重破坏了明朝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秩序 为了反抗暴政 人民相继起义 有一次 杨金英等宫女 企图在朱厚聪熟睡的时候 用绳子勒死她 但可惜的是 由于过度紧张 杨金英打错了结 使得朱厚聪从梦中惊醒过来 进行反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明朝朝廷和宫廷是多么的腐败和肮脏 第十四任皇帝朱厚军 他十岁登基 但是因为他当时年龄上小 便由张居正暂管政 对此 朱厚军不敢做出过大的恶行 只好虐待身边的宦官和宫女 他常常把这些人打死 然后抛尸野外 当张居正去世以后 朱厚军立刻下令对其抄家 而后 朱厚军开始荒废朝政 终日在宫中吸食鸦片和殴打工人 根据证实的统计 从1582年至1592年 他一共打死了一千多名工人 1615年 朱厚军在早朝上短暂地录了一下面 已是自己的存在 五年后 朱厚军因为吸食鸦片损害身体去世 在此之前 国家行政机构几乎全部停止运行 中央六部只有一部有上书 地方官员更是缺少一大半人员 罪犯被关在牢中二十余年 却从未被判刑 可见 在朱厚军的统治下 不仅社会秩序严重被破坏 连国家都混乱不堪 第十六任皇帝 朱油教 朱油教十分爱好木工 他常常光着膀子在宫中抱木头 但在政治方面 他却一窍不通 于是 他将政务托付给了太监韦忠贤 但是韦忠贤心思肮脏 他不仅在朝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还残害忠良之臣 对于他来说最得意的是 莫过于害死抗击后金的英雄熊平壁 他执政仅仅七年 不仅逃空了明朝基业 还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第十七任皇帝 朱油俭 此人经历十分旺盛 勤于政务 喜欢别人称赞自己 但智商欠佳 且脾气不好 清醒的时候 他几乎都在发脾气 每当犯错以后 他总会为自己找借口掩饰 从不改正错误 有一次 朱油俭召集大臣们到金碗殿上 然后 向大臣做一行礼 他说 十分感谢各位帮我管理国家 你们辛苦了 而后 朱油俭大发脾气 将这些大臣全部处死了 后来 朱油俭对太监曹华淳多加信任 并让他控制京城守卫军的军权 但是 当李自成率兵准备攻打京城的时候 曹华淳竟然打开城门 欢迎起义军的到来 就这样 故若金汤的北京城还没开战 就宣告沦陷 第十八任皇帝朱油松 由于北京被起义军占据 所以 朱油松在南京登基 那时 后京大局来犯 明军残于势力 难以抵挡其猛烈的攻势 上早朝的时候 朱油松一脸忧虑 大臣们都以为他因国式烦恼 便安慰他 可是 谁也没想到 朱油松竟然说 后宫宫女的数量有点少 而且 长得都不漂亮 因此 我们应该先大量征召美女进宫 扩大后宫规模 于是 朱油松颁发了两道圣旨 一 征召宫女 二 各地方官员必须每人上交一份春药制造秘法 对此 大臣们哭笑不得 十三个月后 朱油松被后金俘虏 并押界到北京斩杀 第二十任皇帝 朱油朗 骑登基的时候 明军势力十分雷弱 根本抵抗不了后金的攻击 于是 朱油朗只好带着一众官员和工人四处逃亡 最后 朱油朗逃到了缅甸 并在边境地区建造了一间草屋 和当地土著居民一起住 在此期间 朱油朗听信太监马吉祥的话 不仅虐待一路追随他的诸位大臣 还对他们是以酷刑 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你认为哪个朝代最多暴君呢 底下留言让大家知道吧